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24集 墨玉片 这时,就在他们将要消散的刹那 亡灵一步迈出 抬手间双指成剑 落下时,斩落绝立刻闪躲 直接斩在了光柱上 这光柱顿时崩溃 刹那间消失 旗内的四个雷仙殿使者在身子消失的瞬间 脸上露出恐惧 好似被撕裂一般 身影消失了 随着光柱的消失 传送阵内的波纹更浓 四周的夺目之光凝聚而来 立刻便又有一道光柱 幻化而出 四周的所有修士纷纷冲入 好似只要慢了片刻 便会永远无法离去一班 神功虎是唯一一个 自始至终没有出手之人 雷仙殿对他有提携之恩 尽管因其道魂献出 受到了雷仙殿的鼓励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出手 更是为了避免麻烦 早在之前进入这雷仙殿传送阵十里之内时 他便以神通之术改变了向往 此刻他身子同样冲出 进入到了那光柱内 随着一个个修士 不断地冲入光柱 其上的光芒立刻浓郁 西子凤在进入光柱之时 回头看了一眼王林 抿着嘴唇 好似想要说些什么 传送阵边缘的崩溃 疯狂蔓延 转眼间便几乎收缩至了光柱外围 以这阵法崩溃为代价 此番传送却是超过了传送阵的极限 王林身子一步间盟融入光柱内 望着天空 他心中莫道 要离开了 这传送阵此刻崩溃是好事 即便他没有崩溃 我也打算在传送出的一刻破坏此阵 如此一来 传出之地必然会出现变异 倒也避开了出现雷仙剑的可能 光柱冲天 一股浩荡之力迸发 就在这光柱将要消散的刹那 其内那之前化作荧光的阳石修士 大声说道 前辈 请告知明慧 大恩永不忘 许莫 王林身影消失 随着光柱消失了 西子凤目光一亮 芳心莫道 许莫 大恩永不忘 在光柱消失的刹那 其内所有的修士几乎同时轻声道 他们 记住了许莫 这个名字 此生从未忘记 光柱消失的刹那 其所在的碎片大地 立刻随四周吞噬而来的千丈环形裂缝吞噬 而消失 半点不留 整个雷之仙界 在这一刻 被从裂缝吹出的阴风肆虐 这阴风浓语 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几乎连绵成片 在一处处裂缝内呼出 横卷而去 在仙界内 碎片大陆不断的崩溃 此刻 整个雷之仙界存在的碎片 已经不足二十处 在阴风中 一片片黑色的冰晶 在咔咔声中出现 不断的蔓延 弥漫之下 这不足二十处的碎片 全部被黑晶冰封 远远看去 那黑晶中透出一股诡异的阴森 让人望着 便会心底生出寒影 连接着近二十处碎片的雷光体链 也在阴风吹袭中 从边缘位置开始出现冰晶 刹那间呢 凝固了 迅速延伸 片刻后 所有的雷光体链 全部都成为了冰链 雷之仙界内 尚未来得及离开的修士 在这阴风中 瞬间便被冰封 保持着其生前各种动作 或是飞行 或是挣扎 或是闭目 等待死亡 抑或者身子崩溃 但却没有消散 全部碎肉 连同喷出的血物 都被刹那间冰封 一眼看去 极为惊人 在一处碎片大路上 一个被冰封的中年修士 其身前漂浮的飞剑 也凝固在了半空 显然呢 法宝被凝固的 并非是他一人 几乎所有人的法宝 均都逃不出冰封 全部凝固 甚至还有一些人 在施展神通法术之时 被这阴风吹过 整个人凝固 在其身体外的冰层内 甚至还有法宝之光 微弱的闪烁 这点点滴滴的法宝之光 便成为了雷之仙界内 此刻唯一的光亮 好似繁星 看上去很美 但若接近 却是迥然 冰封之后 雷之仙界的崩溃 停下来 只逾留这些黑色的冰封 告诉这后人 此地曾经发生了 何种的变化 一道剑光虚影 在这冰封的雷之仙界内 一闪而过 四周的冰层 对其没有任何影响 那剑光虚影 是一把长剑 剑碎飞舞 在那剑尖之上 站着一人 此人身子同样虚幻 平静地望着前方 嘴角带着微笑 一闪间 连同剑光虚影 消失在了远处的尽头 罗天星狱 此刻在其四大狱内 有上百个地方 突然出现了环形波纹 这些波纹出现的位置 各自不同 但时间上 却是没有先后 在波纹之中 都有一个修士 这些人出现后 一个个极为激动 那种劫后余生之感 让他们一时之间 看到星空 有些恍惚 彼此寻找到方向 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各自家族后 有关雷之仙界内 发生的事情 渐渐地 在罗天星域内传开 这里 尤其是有一个名字 在这上百个修士 所在的数十个修真家族内 雷鸣般传入耳中 是谁 在雷之仙界大门前 在白发怪人 吞噬修士中 挺身而出 立抗不败 是谁 在危机之时 以莫大的神通 虚散了一个个修士 使得这些人 免于死亡 是谁 在雷之仙界崩溃中 给了别人求生的信念 以百丈碎片 救下众人 又是谁 带着这些人 冲入雷仙殿传送阵 轰击光木杀入 一生让道 无人敢打 在传送阵坍塌的瞬间 带着众人进入 就此离开 许牧 这上百修士 所在的修真家族 有大有小 但这几十个修真家族 联合在一起 却是形成了一股 不容小看的力量 在这力量之下 雷仙殿罕见的 没有对传送阵之事 提及任何 好似根本就不存在 此事一般 实际上 这数十个修真家族 也是不得不如此 高调宣扬此事 不得不大力的推崇 许牧这个名字 毕竟 有族人闯雷仙殿 进地传送阵 这本身就是一件 可祸及全族的显示 且此事根本就无法包住 雷仙殿想必也已经知道 与其等待雷仙殿的杀法 索性联合在一起 以礼之争 如此一来 方可有一线生机 否则的话 就只有自断掏出 雷仙界的族人之命 但能去雷仙界的族人 均都是各个家族中的嫡系 更是未来家族中的尖端力量 如何能杀呢 这些家族的掌位者 均都是老谋深算之辈 这个道理 自然心中清楚 如此一来 却是成功的抵消了 闯入雷仙殿禁地传送阵之势 但同时却是把许牧这个名字 彻底的宣扬开来 尤其是那些被救者 口口相传之下 许牧这个名字被无限的夸大 甚至到了最后 几乎没有人可以分得清 这许牧到底是什么羞 那些家族掌位者 仔细询问了各自的族人后 尤其是听闻与白发怪人一战中 那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心中极为骇人 许牧这个名字 在罗天星域成为了一场风暴 不断地传开 但却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好像此人突然之间 彻底的消失了一般 成为了一个谜团 罗天星域 西域 这是一片辽阔的星空 大片的星云发出璀璨的光芒 形成各种奇异的样子 往往让人忘之啊 便会沉醉其内 罗天星域中啊 东西南北四域 唯独这西域中各种凶兽最多 莫大的西域内 修士与其他三域相比 反倒不多 甚至可以说整个罗天西域 约有近七成的地方 是修士无法踏入之地 因为在那里 即便是星空也是极为危险 有一些往往远远超过了修士认知的凶兽存在 那被罗天修士称之为墨玉 唯独一些大神通者或计为所需一些炼丹或者炼宝的材料才会进入墨玉 但却也不会太过深入 只是在外围移动 因为在墨玉的深处有着让人恐怖的存在 此刻在罗天西域内 墨玉的中心深处有着一片诡异的星空 整个星空暗淡无光 一片漆黑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星空中没有任何繁星与发光体 黑的骇人 静的可怕 仿佛很久以来 此地没有任何人踏足一般 毕竟 这里虽说不是墨玉的最中心深处 但却也相差不远 黑暗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经典 这经典出示上海微弱 但片刻后 却是立刻璀璨 漠然间散发出刺目之芒 甚至把四周的星空在瞬息中照亮 在四周被照亮的刹那 弹剑在这星空中啊 是一片片雾层 这些雾层仿佛极为怕光 在金光耀眼之时啊 四周的雾气迅速收缩后退 转眼间便形成了一个方圆千丈的空白地 那金光闪烁中啊 缓缓地放大 到了最后啊 化作石杖成为了环形波纹 震动之中 其内渐渐浮现出一个虚幻之影 这身影慢慢凝实 到了最后啊 形成了一个人 王林双目露出景深 在身影出现四周光环波纹消散的刹那 他看清楚了四周的一切 尤其是光环波纹消失后啊 千丈外的雾气立刻如动 好似要把这千丈空白地给吞噬了 随着环形波纹之光的消失 王林眼前一样 但立刻 他便全身寒毛竖起 一股危机感 默然在心中起伏 不假思索的 他原神雷微一动 运转全身之下 双手掐绝 顿时啊 两个极为明亮的雷球 带着阵阵闷闷的轰隆之声 在他的双手之上凝聚而出 这两个雷球极亮 在他们出现的刹那 四周立刻一闪 只见那些雾气已然吞噬至了百丈范围 正要继续吞噬时 却被这雷光刺激 好似被攻击了一半 迅速剧烈地蠕动 不断地后退 重新停留在了千丈外 王林面色阴沉 盯着前方千丈外的雾气 又看了看四周 眉头不由的皱起 此地是哪里 这雾气有些诡异啊 好似其内有生命一般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雷球向前一扔 立刻这雷球带着轰隆隆的雷鸣 直奔前方而去 其前方的雾气 刹那间迅速分开一条通道 使得那雷球直接伸入 王林紧跟其后 身影一晃 便直奔前方而去 他身随雷球而走 不断地前行 前方好似没有尽头 一直到雷球之光黯淡后 仍然还是没有走出雾气层 一路上啊 王林的眉头始终紧锁 这四周的雾气太过古怪 他神识不敢轻易散感 隐约中啊 他有种感觉 若是自己原神散开 怕是会引起一些雾气的巨变 这种感觉虽说飘渺 但却很深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